在去年聖誕夜,本地劇團《好戲量》其中6位成員 在尖沙咀碼頭附近演出時,被警員拘捕, 而且聲稱在大返警署期間遭上嘔打等暴力對待。 警方較早前回覆傳媒查詢,就提到他們以涉嫌阻街、 拘捕三男兩女,以及以在工廠地方行為不檢為理由, 拘捕另一名在場女子。 在不足一個星期,《好戲量》的一眾成員就回到事發地點, 以交指封住雙手和口,詳清他們被警方無理對待。 希望令更多市民了解他們所遇到的不公平對待。 曾經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韓涟山教授就到場聲門。 我們都知道警方在最近不斷去收窄市民的言論自由, 不斷去選擇性去拘捕, 以及用行使他們警方不應該行使的權力。 《好戲量》主席乃欣慈提到, 這次是他們十年街頭表演的經歷入面, 受到最不公平的對待。 《好戲量》主席乃欣慈提到, 這次是他們十年街頭表演的經歷入面, 受到最不公平的對待。 《好戲量》主席乃欣慈提到, 我相信,所以我會覺得真的很嚴重。 那個嚴重不只是對我們的團員對待嚴重, 或是對我們的好戲量、表演遇上的嚴重。 而是那個嚴重程度, 發覺香港警察濫權的程度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事發時沒有參與演出, 但也被拉上警罐的陳玉君, 就說回事發經過。 《警車》本身我一直問問題, 我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一直不發聲。 當入到警車, 一關門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用很多粗口, 叫我不要玩, 不斷地罵我。 這個是我嚇到, 因為態度轉得太快。 心裏面是害怕的, 也都很大壓力, 其實到現在都很大壓力, 很多不同方面的壓力。 但是, 我一定會有些念頭, 不如算了, 曾經有這些念頭, 但當我一想到, 如果我容許了這件事, 不發聲, 其實我們之後, 例如搶手機, 如果我們之後遊行, 我們拍下了一些情況, 事實又是可以被警察拆, 這樣搶走。 這個世界只會更加恐怖, 更加沒有自由, 所以我覺得今次一定要發聲, 不可以因為害怕而不走出來。 由旺角行人專用驅縮減開放日數, 到今次有劇團街頭表演時被捕, 對日後香港街頭表演的生態, 又會造成什麼影響?